是一台尼桑的血液经典 来修什么故障呢 就是底盘异响 但是没有一种明确的异响 没有那种明确让你感觉到某一个部位异响 就是那种特别嘈杂的声音 感觉这个车在过起伏路或者坑挖路的时候 特别不舒适 特别不紧凑那种声音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底盘件全是新的 左右的支币拉杆丘头立杆 只要涉及到这些底盘件的地方全是新的 大哥跟我描述啊 就是换完这些件和没换这些件 没有太大区别 换完几乎是一样 那么今天我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车的故障点在哪 也是这个车的通病啊 就是你换这些下肢币这些一点作用不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叫元宝梁的胶套 也是这款车的通病 不管你是奇达伊达薛义利威都一样 都有这个毛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元宝梁的胶套 这是我衬下的一点大家能看着 看了吗这个胶套我用手的劲 就能感觉到它有裂纹了 以后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异响是由哪发出来的 下肢币啊还有这些秋头拉杆都非常好换也挣钱 但是涉及到这个胶套的时候 那么有很多的修理厂就涉及到睁眼瞎的问题了 什么叫睁眼瞎呢 就是明明看着了也得装看不着 至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胶套啊不值几个钱 但是如果换这个胶套的供成量特别大 还不定能修好 这个也就是大哥找到我的原因 我让你们看一下异响是哪发出来 这个是固定元宝梁的一块铁板 固定的这个胶套的下方 这个胶套碎了以后啊 这个胶套会往上窜 一会儿我给大家拆下来 胶套蹭上去以后啊 看到没 那个元宝梁就会下衬 元宝梁下衬了以后啊 这个边 他俩就会说话 这个元宝梁这个边 就会渴到下面那个固定铁板的边上 他俩就会讲话 这个期间 这个嘈杂的意想就来了 什么舒适度 不紧凑 嘈杂 过坑挖路 感觉不舒适 这个感觉就来了 这个毛毛就在这了 所以说你换那些什么 下肢臂了 秋头拉杆 那些都是你眼睛能明确看到 而且耳朵也能明确听到的地方 咱们给这个元宝梁 给他端下了 他端下了以后啊 你会直观明了的 看到这个故障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我用手来操纵这个胶套 用手动的拉 拉动这么大的间隙 胶套已经明显的碎了 碎两半了 何况上车了以后 几百斤的东西在哪压着 它会更响 左边也是 为了给大哥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 修出来这个车 达到新车的状态 咱们费点劲把元宝梁拆下来 拆了以后给他更换两个胶套 现在你就可以直观明了的 看到异想的地方 看到了没 就是这么个 大概这么个意思 胶套会往上窜 元宝梁往下称 元宝梁就会和铁架之间 他俩讲话 这个期间 你得不舒适的感觉就来了 明显能感觉到底盘不紧凑 但是你还听不到哪地方有明确的异响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工程量特别大 换两两胶套 然后同时还给大家更换两个这车的通病 这两个胶套 这是其中第一个通病 第二个通病就是顶胶和压力周城 压力周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打方向的时候 就感觉到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有这个异响 弹簧跟着转的异响 咱们更换两个原厂的压力周城 这个压力周城啊 一定要选择原厂件 一定要选择原厂件 要不真坑自己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过起伏路的时候 方向盘会有个咯咯咯响 这个也是日系车 包括轩易哈兰达凯美瑞卡罗拉的一个通病 连接的十字轴 给它更换一个这个 就能让它达到完美的效果 现在修完了 咱们出来试车 这个效果马上就上来了 新车状态 大哥也非常满意 这台车咱就这么教了 有的时候啊 我是真佩服这些 佩服这些啊 能把这个车啊 换了一堆件 然后故障还没修好 还能让车主把钱交了 把车提走的这些人 我是真佩服 怎么把车交出去的 感谢大家有耐心的 看完我的每一条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看完 看完美的 Bu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